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 短和 短和费 这件事情是非常漫长 而且长期的抗兵 想要 地上的路 愿意不愿出名 老老实实做个电信人 所谓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 没有肯定就没有肯定 既你帮进入我的话 我永远地爱着你 第一个不要的是 第二个不要和费 我是反应人 不要和费 不要和费 我是反应人 我是反应人 不要和费 不要和费 反和费 反和费 不要和费 我要去那个反和游行啊 告诉那个台电 不要去欺负人啊 反和游行 我们年轻人 好好在家念书就好啦 干嘛去游行 妈 那个台电 要反和费要放我们这边 妈 那个很不好 很不好 哪有 他们说很安全啊 而且 还会给我们五十亿啊 五十亿 你们赚得到吗 一辈子都赚不到 现在 人家要给你们 你们还不拿 傻瓜 妈 人家那个五十亿 说好是要公共建设 跟办活动用的啦 而且公共建设 本来就要做啊 为什么要等台电来 我们才做 现在台电 要在活动中心 举办节能减碳说明会啦 还有便当可以吃喔 因为说明会 还可以让你带一包米回家 阿不就好棒棒 在这边盖和费场 还可以发展部落观光耶 你看人家去那个兰嶼 都比这样子这样拍照啊 啊 你说有那个五十亿 五十亿多马士工所在拿 意思就是我们根本就拿不到钱嘛 其实这个辐射 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 不过大家仔细想想看 其实我们每天用电脑啊 滑手机 辐射是不在的啦 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 服务不用太担心 要是好 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 你不要叉嘴 那这样 辐射的问题呢 我们台电一定会保证 辐射没有那么容易外星的 好 如果带那样的辐射跑出来 跟我们部落要怎么办 如果最后不小心 核四是1999年起 新建至今以五度追加预算 请问核四目前造价已达到新台币多少元 一 两千五百亿 二 三千亿 三千五百亿 答案是 三千五百亿 答对 三千五百亿呢 就是台东县哦 如果台东县要收税 收276年才会收到这个三千五百亿 是不是很恐怖 好 那我们恭喜他得到答对题目 方向 好 大家 第一个 我们 既敢对达人乡南田称为 核费料的候选堂子 台东县政府以及县议会 必须要付起保护花东的责任 第二个 来与的核费料必须要立即签出 我们今天反核费也反了三十几年 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要 泥土 本木的泥土都已经到腰了 我们还继续在反核 三十年的反核时间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的疲累 那民国 九十一年政府承诺 要签出核费料 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 他还没有办法签出 所以基本上核费料没办法签出 蓝宇就是政府 他没有能力处理核费料的问题 那没有能力处理核费料的问题 他又何需再继续新建核四 或是何事要再运作呢 西匹的蓝宇 从他说要天出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 我们还是继续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们继续要为我们的权益再继续发生 核费料在台东或是在蓝宇 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契机 请很多的原住民的同胞 或者是原住民的政客 请你们想清楚 核费料在你的家乡 基本上根本就不会是一个发展的契机 你要发展你部落的一些生机 它唯有是你的文化 唯有是你的自信 唯有是你的尊严 你才可以发展出你部落的特色 核费料绝对不会是一个你发展的信息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如果所有的人士来共同关心 我们的传统领域即将要被核费料辐射所侵害的时候 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反制 单靠我们自己南田部落的 或者是达仁乡族人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的微博 所以再一次期盼大家给我们支持 我们不激压萊宇的迁出 结果变成是南田的责任 好像台东人反对核费料进来 就害萊宇人没有办法核费料迁出 政府必须要提出一个负责任的核费料态度 我想低阶核费料 要300年以上才会安全 300年是十个世代 我们这一代的人 有权力决定我们 只尊十个世代 全部在有毒的环境底下生活吗 我想我们没有权力 我们更不应该自知的 只是用40年的核电 然后留下了300年以及10万年的高阶核费料 来污染这个土地 第三个 所以我们希望全面废核 终结核四 不要制造更多的核费料来污染 有115个友善店家加入我们反核的行列 我们也呼吁台东 哥华联地区有更多友善的店家 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反核里面 来维护台东这样子友善土地 能够有一个永续发展的绿色生活 立即天出蓝鱼 立即天出蓝鱼 何备租约其满 政府都说依马行政 蓝鱼土地 蓝鱼而非料 租约已经到此 起立即天出蓝鱼 撤销蓝田强族 起立即天出蓝鱼 撤销蓝田强族 我们这份有福利的政府 一马行政 回一马行政 不要去心跳蓝鱼 撤销蓝鱼 撤销蓝鱼 我们要求好 一马行政 一马行政 千出蓝鱼 撤销蓝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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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岛世界现在跨岛 每天都有数百公度的 和费外线 许多地方当时不能住了 我们今天 和费料放在台东 已经不是 已经是固责的事实 所以我们政府 请你们 不要把和费料放在台东 把和费料放在台东 我跟费料放在台东 和费料放在台东